大家好 今天呢 志光就来跟你们聊聊 关于开运手链的相关种种问题 绑绳断线是正常的 它本身就是个消耗品嘛 还有 手链本身磁场 与你们自身频率正在调和 挡掉不好的煞气 都是有可能断线的 如果你们是佩戴一段时间后 而断掉呢 放心 你可以寄回我们公司 都可以帮你们做更换 也可以帮你们重新再次的进化 维修费150块 加运费60块 等于210块 当然 你们也可以自行维修 拿到你们附近的 手工艺店 或者佛具店 可以去做更换 我们会补贴你们 155的维修费 不会影响手链的功效 很多人都会问 12米到14米 他们是差在哪里 差在的主要的大小 小小 大小 12米的就是手链更小 14米的就是手链更粗的 我把它就像这样 没有绝对啦 看你个人喜好 我要挂左手 要挂右手 建议的带官用手啦 当然哦 也是要看你们做工艺的习惯 跟你看看 挂左手 这只手 行榜的时候 不能带 大号的时候 也不要带 泡温酸 不可以带哦 各位美女们 如果你们是Mess来的 可以带 洗澡也可以带 当然可以 只要你单手 不要超过4条手链 基本上都是OK的 不用担心 我们的马跟啤酒会吵架啦 他们都一直守护着你 这还是要看你们家里 是不是有水晶类 或者水晶洞 能消耻的 有的话你们就不用再购买了 会一定会出 我们都有在规划哦 请粉丝们哦 追踪我们的粉专 筹备中 够时都可以让你秩序 我们已经都有变交过了 所以大家不用欢乐 我们都有提供售后服务 为你耐心解答 喜欢智光的朋友 可以动动你们的小手 到我投影的平台 帮我关注起来 每天晚上都有在直播 我们在线上跟你们聊聊天 大家做个互动